大马人权协会主席安美嘉 希望大马多一点政治家 少一点政客 他今日在推特发表 多篇推文表示 理解大马人对西蒙政府的失望 他在推特感叹 我们以为他们不一样 安美嘉说 每当人民希望领袖能合理行事时 总有领袖让人太失望 他点出 政客关心的是大选 政治家关心的下一代 安美嘉认为 政府的行动决定大马人的未来 但是眼光狭隘的人 无法为国家带来建设的动力 宾州第二副首长 纳玛沙米在昨晚连连炮轰西蒙领袖 在最近发生的爪夷文书法 及印度籍传教士扎基尔课题上 不但没有迅速做出回应和处理 反而让课题继续发酵 最终激起民怨 他说 尤其是代表华裔和印裔的行动党 有不少领袖保持沉默 那不止让人民深感失望 也令他感到伤心 来自行动党 也是北赖区州议员的拉玛沙米 昨晚出席财能源饭商工会 于兰盛会晚宴时 提及最近发生的爪夷文书法 扎基尔及莱纳斯西土城等 激起民怨的课题是 越讲情绪越激动 我要求行动党领袖 不要进了内阁就闭嘴 我要告诉林吉祥和林冠英 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 必须对人民负责 务必切记 要为人民勇于发声 并占稳定立场 他提醒西蒙领袖和首相敦马 勿望出心 要不是509的全民斗争 今天的执政党可能还是国阵 所以不要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拉玛沙米的这番话一出 获得台下民众的呼唤与掌声支持 他强调 这是关乎我们子子孙孙的将来 这不是一场游戏 拉玛沙米也在会上力挺董总 捍卫华晓之举 并指董总为维护华晓反对爪疑文书法 纳入华晓国语课程的做法 合错之有 而且这并非种族主义 是捍卫宪法赋予的族群权利 但晓同样也会在相关课题上积极反对 他也抨击教育部在实施相关政策前 没有与华晓和淡晓的相关组织讨论 或征询意见 一意孤行 马智里这位教育部长是怎样做的 针对扎基尔事件 他促请首相敦马哈迪 尽速把扎基尔遣送回印度 因扎基尔的言论 以破坏大马种族之间的和谐和安宁 财能员范商工会主席陈富财也在会上发言 拉马沙米也批评青年及体育部部长赛沙迪 优转 赛沙迪昨日表示 扎基尔已道歉 国人应该向前看 无需再逞英雄及造成情况更混乱 据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拉马沙米说 赛沙迪的优转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而他认为若扎基尔真诚道歉 那还可以解释赛沙迪为何改变态度 不过 扎基尔不曾为伤害了印裔和华裔的感受而道歉 他仅为言论遭一些人误解而道歉 请问赛沙迪 这样的道歉算是怎样的道歉 首相署前部长在意的他也炮轰 赛沙迪是追寻旧时代禁止批评的人 在意向当今大马表示 自以为明白一切的领袖是属于旧时代 赛沙迪 不幸的是追寻旧时代的人 亲体部长赛沙迪认为 非政府组织促请政府暂缓落实爪移文字单元课程 否则将在全国发动罢课的行为 是愚蠢与自大之极的 赛沙迪在脸书分享有关新闻贴图 并发表如此言论 只因为害怕三页不被列入考试 且选择性的爪移文单元 爪移文书法行动组织 竟阻止孩子们到学校上课 你不能再比这更愚蠢和自大的了 他贴文写道 在亲体部长赛沙迪与应一级传教士扎基尔聚餐引起网民的炮轰之际 内政部长穆尤丁今日公开为赛沙迪的举动缓评 并表明他只是以个人身份向扎基尔抛出橄榄枝 他指出 赛沙迪的言行举行不代表政府的立场 他披露 其实不只是赛沙迪与扎基尔会面 很多反对党领袖也与他会面 对我而言 这并不是问题 我们不受他们的意见束缚 我们受到法治的约束 他强调 这不会对涉及扎基尔的调查造成任何的影响 他说 无论如何 这不会对正在进行的调查造成影响 穆尤丁是在出席一项研讨会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 就赛沙迪与扎基尔聚餐引起争议仪式 作出回应 他强调 作为大马永久居民的扎基尔 必须遵守我国法律 若他犯罪也同样的面对法律制裁 乌统预测西蒙将会引起内讧而倒台 马哈迪驳斥谣言 国阵主席阿末扎西 周六二十五日指出 西蒙政府与人民渐行渐远 有面对分裂的风险 他指西蒙在上一届大选后 从执政六十年的国阵手中接过政权 其实成员党中是各有一成 每一天我们都要应对西蒙的政治戏码 因为他们想要制造一个形象 让人民以为他们符合时下的需求 他说 西蒙主席及首相马哈迪的内部阴谋 将会导致联盟倒台 实际上 马哈迪在西蒙是孤独的 因为安华领导的公正党 和林吉祥领导的行动党 积极筹筹谋对抗 他马哈迪的领导 因此 可能西蒙不久后就会面临分裂 因为这就是他的结果 随着巫统主席阿末扎西日前只希望 联盟有分裂的风险 而首相马哈迪是在孤军作战之后 马哈迪今日反驳对方的指控 强调西蒙还是以联盟的方式在合作 部长还能一同解决重大问题 你们可以看到我每天到处走 党内党外的人都来和我打招呼 内阁部长可以坐在一起 我们在重大的课题上都能一同做决定 阿末扎西昨日称西蒙宛如政治坏居 林吉祥以猪炮事的质问来回敬阿末扎西 并表示将等待阿末扎西的回复 林吉祥反问 如果不是换上政治坏居 为什么阿末扎西在面对47项贪腐罪行提控后 于2008年12月18日休花园假期 暂时卸下巫统主席的职位 然后在他累积了87项贪腐提控之后 于2019年6月30日结束了假期 恢复巫统主席的职位 如果不是换上政治坏居 为什么阿末扎西被提控犯下87项贪腐罪行 并被加冕为贪腐控撞之王 甚至击败迄今为止 面对42项贪腐提控的前首相 冠上全球盗贼统治者 那名的拿都斯里纳吉 他反问 如果不是换上政治坏居 为什么巫统部长和领袖 没有在第14届全国大选前 阻止一马发展有限公司 邀MTB丑闻 根据法庭上的供词 反而是强迫部长们 为邀MTB丑闻撒谎 林吉祥说 从阿末扎西的演讲中 可明显看出 巫统领袖希望希望联盟 被政治坏居打击 因此他们必须让他失望 他提到 西盟领袖必须承认 大部分支持者的失望和幻想破灭 他说 尽管支持者的失望和幻想破灭可以理解 却是完全错误的 因希望联盟仍然像往常一样致力于 重建国家建设进程 要建立新马来西亚 成为团结 自由 公正 卓越和廉政的世界一流国家 并朝着这方向迈进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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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